文字的运用,那在编辑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它基本操作,我们先看一下,它其实主要功能在下面 主题风格可以下载,对不对?接下来加音乐 接下来针对每个素材做什么?编辑,编辑可以编旋转啊 这些功能都在上面,所以主要是从这些地方 那右边这个呢,被Mobile的logo挡到了 右边这个地方叫素材跟效果,点起来 哦,字幕在这个地方,多段配乐也在这里 多段配乐就是这一段要什么音乐,那一段要什么音乐 我们先来看字幕,因为字幕比较多 那在加字幕的时候,点起来看一下,这个,来 这个,要加字幕呢,首先要推一下哦 如果这个实验目前在12秒,字幕从这里加 我们先推到左边来,表示字幕从这里开始加 看见了吗?所以这要先怎样?拉到左边来 这时候才从这里,来点字幕,这里 点完以后呢,这它文字的效果 这里,那文字效果在这里 那看一下,全部效果就在这个地方 滑一下就在这里,我们先做第一个就好了 好,点第一个哦 点第一个 有看到这个吗? 它告诉你,点选这里输入文字 好,我这边点一下 打字咯 要输入文字给它 嗯 高美湿地 来,来,确认 就进来了 OK吗?接下来呢 在这个蓝色的地方可以做什么? 拖曳位置,可以调整大小 来来来,拖曳位置 拖曳位置,然后这个 拖曳这蓝色的地方 蓝色这个点 可以做什么,看到吗? 调大小,调位置 我希望是一点角度这样好了 高美湿,太大了一点 好,就这里 接下来打过话没完咯 打过话他就问你说 这段文字 你要让它出现多长 来看一下,按确定哦 有看到在跑了吗? 第一张图过了哦 到第二张图这里了哦 如果确定完,按哪一个啊? 完成 哦,所以这段文字就从这里到这里 就是这段文字 七秒钟,你看见了吗? 好,这时候呢,再点哪一个啊? 确定,对啦 所以呢,这个文字呢 现在没有哦 因为文字从这里来 所以你要把它拉到最左边来 来,开始拨一下 高美湿地 我们套用主力风格啦 所以,对啊 这段绿色的地方就是文字的地方 来,我要再加呢 好,我希望介绍 再过来拉一下 当这个 我准备拍螃蟹咯 从这要加拍螃蟹 来,再退一点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再看时间轴啦 手指头在这边滑 哦,这个图出来的时候 要加什么,再来加文字哦 再点加文字 来,再加一个 点一下这里 然后在画面上点一下 打字进来 点一下这个地方哦 拍摄招潮蟹的生态 好,来,确定 哦,太大了一点 里面可以拖曳 这个,点这个蓝色地方 可以调小一点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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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不要 我们振一点就好了 就这样 哦,就在这地方 那 踢嘛 这个 接下来呢 打勾 别忘了 现在问你什么 打勾完它要让你看时间哦 这段时间 好,按确定了 再把它点新增进来 哦,那我们再倒一点点来播好了 再看这一段就好 来,播放 点这里 好,来,stop一下 好,各位再试试看看 可以把字幕加进来